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欢迎收看李宗盛工坊 上星期教大家 两个由多转空的形态 那今天一样 我也是要教大家形态学 而且是在个股中常常会出现的 大家看电视应该常常看到许多老师 还有很多投顾老手 说什么M头形成 WD形成 到底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来带大家来看看 形态学的M头与WD 其实就是一档个股中的头部跟底部 那M头呢 一出现其实也就是卖出的讯号 WD出现就是买进的讯号很简单 那我现在教大家看一下个股的案例 那像现在这档3019亚光呢 M头通常都出现在一档个股中的高档区 而且是要有三个要件成立 第一个就是左肩高于右肩 左肩大家可以看到这档个股上面两个红圈点啊 一个左肩一个右肩我都帮大家写好啊 那左肩呢通常都是创新高的这一根 这一个区块再来 第二个进攻的这个右肩呢一定会低于这个左肩 第二个呢股价高第二波的这个右肩高点绝不过左肩 再来下跌的这个幅度绝对会跌破上升趋势线 也就是蓝色的这条线 再来第三个要件就是成交量啊 你会发现哦越来越小 那当股价越来越低成交量越来越小 哎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M头成立 再来WD是完完全跟M头是一个相反的 但是一样也是三个要件 第一个呢右脚高于左脚 所谓右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右边的这个第二个脚这个低点啊 会比左脚这个低点还要高 再来呢股价在右脚的时候往上爬的时候突破了这个下降蓝色这条趋势线 再来您可以发现WD这个成交量又开始往右脚这边 成交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像这一档一样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 从几千张到右脚这边变成开始破万张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WD 那我帮大家做一个重点整理啊 其实大家看M头形成呢 一样重点就是左肩高于右肩 第二次高点低于第一次的意思就是 第二次的这个往上的这个反弹波啊 这个高点绝对过不了第一个高点 但如果突破那这个就不算M头哦 再来第三个成交量的观察 M头的形成成交量会越来越小 股价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那这个就是标准M头 那大家只要确定M头成立了 就请卖出股票或者是您也可以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再来WD形成一样就是一样三个要件 帮大家整理一下 右脚高于左脚再来第二个低点高于第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呢它的股价的低点哦 会一次比一次高 再来成交量会越来开始慢慢放大 也就代表开始有人在持续的不断的买进这档股票 买方压力大于空方 那当这些条件都成立之后就是确定WD形成了 那只要突破了这个下降的趋势线 只要当有一天突破下降趋势线 也就是买进的讯号 那您就可以对这档个股开始做一个做多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教大家这两个形态哦 都是个股中最常出现的 所以大家看完这个节目之后回家 可以自己选一档自己喜欢个股 或者是热门的股票啊 自己去学习画个图 看看这档个股呢 现在到底是在高档M头 还是在低档WD 到底是我需要 如果我有持有这个M头的股票 我就该卖出 如果我看好这档WD 那我就该买进 大家可以试试看啦 那今天的教学就教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多多少少都有吸收到 那下礼拜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 那谢谢大家